寒冬拉月即将到来 安康宇总会被家乡的渔民放在100年大漠盘下压一压 育民年家庭安安康康 今天我也活动一下 家一家安康宇 祝双击关注的朋友 平平安安见见康康 离开的时候加一个小小的关注 马上时间直播兄弟们 有很多老铁给我发的劲说 墨鱼为什么叫墨鱼 咱们今天从海边抓了一只小墨鱼 咱们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喷墨的 有的老铁看到这个墨鱼果然喷墨了 他觉得很奇怪 反手就是一个双鸡 加一个关注 看我5点 哈喽朋友们 上午好 如果你走到海边看到这种小海鸣 我们干他就完了 朋友们 这是一条鸦片鱼 哎干嘛呢 在修你的妖工呢 给我得手的 你看 因为人家别的小朋友都有很多双鸡 咱这个小朋友有没有啊 就有点黑 给哥白加关注 看看海边退完朝着垃圾 瞅瞅这些垃圾 这咋屁股瓶子嘛 这人干啥呀 哎 看这条一流全是垃圾 请大家保护保护大海 爱护爱护环境 好吗 兄弟姐妹们啊 大家中午好啊 一只有小朋友私信我啊 说叔叔叔叔 如果你可以抓一条鲨鱼的话 我带全班的小朋友给你一个双鸡啊 今天就在海边发现一只啊 这几天又是风又是雪 估计它是被冻死的 关注我今天户外赶海哦 谢谢大家